好,我们来看哈 来,我们看看这局啊,这局比较有意思 这局呢,也是咱们群的学员啊 他那个那天特别晚了 几号,前两天吧,就找我 找我问是吧,问呢,他不是给他自己问的,他是给他朋友问的 女的啊,首先说是女的 女的呢,他问他朋友能不能有小孩 他那个朋友也是女的,哎 那么你们先分析一下 就说,他是给他女的 问小孩的,是吧 问他孩子 就给他,给他那个 呃,女朋友 女的客户 问他那个 他的孩子怎么样 他是这么问的 当时 然后你先看看他有没有小孩 啊,你们看一下 哎,都要说话啊 咱们客下就是 不是跟公开客的时候 公开客就我讲,然后都所有人听 嗯 嗯,那个声音大一点 说话声音大一点 这是你的观点是不是啊 你为什么要看鬼呢 但是呢,他问的是那个,是这样的啊 啊,你注意了啊 人家问的是小孩 知道吧 他朋友的,朋友孩子怎么样 他就这句话 人家就等着你,等着下一句呢 等着你说呢 那么你得看呢 他孩子 他是有没有小孩啊 你看看 张彩员是吧 哎,你那个 上来说下这个 你的理由啊 这个挺奇特的 这个啊 你看你们取用神的啊 你的取用神,你注意了 人家不管他是谁 知道吧 给他谁算 他首先问的是不是小孩啊 你干嘛不看石干呢 石干的六合 对啊 你看 石干是吧 石干是不是临杜门呢 对,临杜门 临杜门是不是堵了 是吧 然后临的藤蛇是变化了 变掉了是吧 极家鬼地形玄武 男女疾病垂危 对啊 极家鬼呢 不是好哥吧 哎 那我看了 我说他没有孩子呀 因为人家等着你说呢 我就不想张嘴问他 我说他有没有孩子 我就不想张嘴问 是吧 你得从局上看呢 我说他没有孩子 我说他现在还没有呢 他说是 是没有 是吧 再一个是这样的哈 你要问问他那个起局的过程 那个谁呀 那个冰冷长河 就说他如果是 哎 他找找你问事 问了一段时间 问完了 他说你给我朋友看看 我想看我一个朋友 哎 你直接看月干 对吧 直接看月干 那么他来了 来了这事呢 就说他人家 来了呢 直接就问他朋友 然后呢 再一个就说 他起局是这么起的 我问他你说怎么 这个局是你起的 还是说 还是说你给他起的 还是说 他自己起的 怎么起的 他说这个局呢 那就是说让他 哎 还那个 呃 静静的思考了 就说你想了 你想要问他事 想了几分钟 然后呢 就起出这么一局来 哎 实际上这种情况下 日干呢 就是 就是他那个朋友了 是吧 所以这个过程呢 因为他纯粹 不是为他自己问的事 哎 纯粹就是为他朋友问的事 那我公开课也讲过一个例子 嘛 那个女的刚上来先问他 他朋友能不能结婚呢 后来他又问他自己 哎 那个我就娶了月干 而且月时同工 不是 月时 对月时同工 月 呃 月干跟时干是一样的 那他上来就是问他朋友的 那很明确 是吧 这个不是这个呢 人家直接就是问他那个 给朋友问的 哎 所以呢 我就娶了是 日干 啊 日干 日干呢 断的状态都去 首先说是没有 对吧 没有 接下来你就该看他什么呢 我先看了他的那个 他本人的状态 是吧 本人呢 他是他这个这个女的吧 他是不是顶着指服啊 顶着指服 然后伤门门破 是不是啊 伤门门破对吧 所以说呢 那我说啊 他是个 他是个领导 是吧 管设的 那管设的 他临着伤门 他心情肯定也不好啊 这你可以参考一下对公啊 虽然他没有顾虚地 参考一下对公 他也是有有压力的 是吧 他是有压力的 这个后来呢 你看 后来他就报了个年病 说这个女的情况 这个女的情况呢 他是做什么的呢 跟水有关的 这个行业就是水 水龙头啊 水产品 就这一类的吧 跟这一类有关系 是吧 你看天蒙星在这嘛 后来就是我断呢 后来的有些问题呢 就 呃 就断刹了 哎 后这个过了一段时间 他说你断这个 不这个完全不搭别 不对 哎 回头我想了想 然后把这个用神调换了 是吧 后来他报了年命 年命呢 就是说这个女的呢 是 76年的啊 76年是秉晨年啊 秉晨年啊 秉晨年 他们俩同岁 哎 那个 咱们断的时候 一般都是说 尽量是啊 根据你得到的信息 去灵活运用 啊 去灵活运用 但是呢 我在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当时 因为哎 他也是他老公也是 也是 童年嘛 童年就是他老公也是饼 他也是饼 天盘的饼在这儿是吧 地盘的饼在这儿 啊 这没写上啊 地盘的饼在这儿 他是寄宫过来的嘛 地盘的饼在这儿 哎 那么当时的话呢 就是 如果 两个人哈 如果夫妻俩 或者是来两个人 这个 找你看 俩人 同年命 年命是一样 一样的 你又拿同意局给他看的 哎 那么就是先到这为主 是吧 后到这为客 然后呢 嗯 第一个来了 你看了 比如说你看了是天盘的饼 是吧 如果是同事 这两个人都来问天盘的饼 然后第二个了 你就看那个地盘的饼 是吧 这俩就区分开了 这是一静一动啊 一主一客 如果是男女啊 有男有女 那么 天盘为阳 是吧 为动 地盘为静 为心 哎 当时我就这么抓灵硬的 然后我就把他老公定义为天盘的饼 啊 然后呢 把他定为地盘的饼 哎 后来一段的信息都不对 是吧 都不对 哎 我想明白了 后来想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是吧 现在我就我就 我也告诉你们 遇到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童年命的哈 这是谁呢 这个大音太大呀 嗯 那个童年命的是这样的 童年命的你看他来了 我刚才也提醒了 他先报的是这个女的年命 是吧 然后又报了 又说他老公那个年命 跟他是同岁的 后来我就把他反过来了 他先报的就是为羊 就为饼 然后后报的那个那个男的 就为地盘的 为阴 哎 为阴 这一段信息全对了啊 信息全对了 对这一点呢 我跟大家提出来啊 提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他们 这个人的状态啊 这个夫妻关系之类的 我们先看到夫妻关系哈 夫妻关系是在六合 是不是在离工啊 是不是临死门呢 夫妻关系好不好 大家说 夫妻关系好不好啊 有小事哈 哈哈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哈 一步一步来啊 一步一步来 首先是六合临死门 婚姻肯定不好 对不对 六合是呃 代表婚姻的整体情况 啊 丁家庚是文书组阁 是吧 肯定是不好的 肯定是不好的 那么看乙庚的关系呢 是不是响客的呀 乙在这儿什么呀 乙家心是龙桃走 是不是啊 哎 李家心龙桃走 这是生门 门破 这女的也不好受 是不是这女的生门是家吗 就想着 不想在家里呆的 想离婚呢 啊 是不是想离婚呢 更在这儿更 更加任一档格 也是来回动的意思 是吧 也是要动的意思 然后呢 一抱年命年命地盘在这儿 是吧 然后如果是按 男的是地盘 女的是天盘 不管是他们俩谁跟谁 他们俩是不是相生的关系啊 啊 相生的关系 所以呢 肯定断她婚姻不好 这个 嗯 但是离婚还不至于 现在还不至于离婚 但是已经有这个意思了 是吧 那么这么断了 哎这个这个女的还说呢 还不对啊 他们 她说了她夫妻关系可好了 夫妻关系可好 我说她们 死门嘛 是不是啊 丁任有和 有更 她 她这个死门 她是不是夫妻生活上 她也有障碍啊 是吧 丁任 丁任和你还不能说她没有夫妻生活 但是更是阻力 是吧 更是阻力死门 那肯定是 不协调 再一个就是 回数少什么呢 后来她说呢 她说 她说不是 她们她她她她说她们夫妻生活挺频繁的 是吧 哎 那么我们再看啊 我们再看她落在离工 刚才讲了离工是什么相意啊 是不是耗面子啊 哎 打扮耗面子 是吧 这个 外硬内软 就这意思 我这表面上别人说我不好 我肯定不乐意 是不是这意思啊 所以说呢 哎 你断她夫妻不好她还觉得挺好 她还说自己还说挺好不承认呢 那你就不可能不可能客气 就说肯定是不好 她就是好面子知道吧 这话我也给她说出来了 再一个她她说那个 我不是断完她没有小孩吗 她说她现在是她没有小孩 没有小孩 你看她们俩谁的问题啊 你看看她们俩谁的问题 我先看看她俩谁的问题 因为我刚上来我就断错了 你知道吧 刚上来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强调了一下 我把定位给大家翻过来了 你看你们都能找出来是女的问题 是吧 是女的问题 但是我开始我就断错了 因为我把天盘饼当那个男的 地盘饼当那个女的了 天盘饼领了天瑞星 领了玄武 然后心呢 心是不是精子啊 太阳之地 心夹己是什么呀 太阳之地是吧 入狱自行就说 男的是不是精子活力不够啊 什么的 这块啊 伤门 临着伤门 啊 啊 天瑞 天瑞星代表问题 代表疾病啊 声音大点 我这听不清楚 不可不好你得说出具体的知道吧 这个这个跟别的案例不一样就不一样在这儿 你要平常 你也平常那个思路断 它是不对的 你刚才说啥呀 我这个 哇 天瑞星临开门表示能怀孕 啊你那电流声啊 把手机跟电脑离分开一点啊 这个信号一来他就有 这个 这个你这点说对了啊 刘成宽 刘成宽 就说呀 呃 这个问题呢 一个啊 你再断 首先你这个断 我先是看的男的 所以说后来是端错了 端错了后来调过来之后是这样看的 啊 他男的 呃 虽然虽然有点问题 他问题不大 是吧 问题不大 主要是女的问题 女的问题 他一个是 临着玄武 是吧 临着天瑞星 开门 开门呢 天瑞星是子宫 是吧 鬼水是不是也是子宫啊 你可以两两解同看的是吧 鬼在这是不是空王 是吧 空了 但是空了不代表他有问题 他在太阳之地 六亿畸形 六亿畸形 六亿畸形是有问题的 鬼家丁 鬼家丁是受害的是谁 是丁 是不是 他不是鬼 是吧 啊 所以六亿畸形在这有问题 有问题 问题在哪 啊 你问题在哪 你找一找 然后如果是天瑞星在这 饼在这 是不是 是 丙 刃是沐浴之底 是吧 刃家物 是小舌画龙 是不是啊 男人发达女产英童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刃家物是不是青龙反手啊 所以这个格局 你看 是女的女产英童 证明他子宫没有问题 知道吧 这你仔细分析最后就发现是这样的 后来他说了他说子宫确实是没有问题 因为当时呢 我刚上来就这个重点偏了 偏到那个男上面去了 觉得男的有问题 是吧 啊 开门呢 你也可以说开过刀 是吧 玄武 你也可以说上医院查不清楚 啊 查不清楚 他实际问题在哪呢 实际问题 嗯 是他是他说出来了 说出来后来我最后通过这个符号一找啊 又补充了一些信息 又补充了一些信息 首先他说了子宫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问题在哪吧 啊 问题你最后他说出来我一找之后 哎发现是在这 那鬼家庭这里边是不是有个隐干呢 哈 啊 隐干是乙 乙如果在 如果在女的子宫里边代表啥呀 复刻方面啊 输卵管是不是啊 挺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挺有意思的 后来是书卵管堵了 堵了 但是书卵管有两根 你知道吧 有两根 我们看天盘椅 再看地盘椅啊 这个地盘椅入木休息了 是不是 九地 哎 他说那个书卵管不通 说那个两根都不通 是吧 然后我就给他补充了 我说 是不是有一根呢 早就不通了 是吧 九地是很久以前 休门休息了 已是入木了 在这 五根已全入木 是吧 在这 他说对对对 就说一根是很早就不通了 另一根呢 你看以嘉心龙逃走 以嘉心龙逃走 九天天心行 天心行 是不是医院的啊 也就是说他这个 另一根书卵管呢 是上医院给通一通之后 哎 那么有那么一个月能通呢 通了我一个月 然后接下来就又堵了 所以他子宫一点问题没有 但这林的漩涡 只能说他到医院查不出来 不一定代表他没有问题啊 咱们鬼在这六亿机型 他也是 他也还有一些问题了 还有一些问题了啊 听不到吗 能听到吗 这个 啊 然后呢你再看啊 所以这个这个信息 你看最后这个 最后把复刻方便又区分了 是吧 又区分了 是这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呢 在一个他这个女的状态 然后呢 按这个 我又按这个段的啊 我说你看 女的有问题吧 他是天盘是 如果是按女的 就非常正确 正确在哪吧 正确在 就说女的 这个 临着玄武 临着天瑞星 是吧 临着开门 我就跟他说呀 后来我是补充的嘛 我跟他说 我说这个女的有问题 是他们左铃右舍呀 都知道的啊 丙丙又是年干 又是长辈 或者说他们家人 都公开的 哎他说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这个女的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都是公开的 是吧 这个信息 而且你看开门嘛 开门是 这个女的事业心很强啊 你的女 女的事业心很强 然后呢 整天忙的不行 他你说他挣钱不挣钱 你看工作开门在这 他挣钱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呢 挣的少 临着玄武呢 嗯 就不稳定嘛 人的玄武就不稳定嘛 哎 说累的不行 是是 那男的怎么样呢 男的 你看看那男的 后来我断了男的 我说 男的啊 口才比较好 然后脾气有点急 嗯 这个 他说脾气急倒对 口才真不咋 真是不好 而且他说了 他说这个 他那个男的他老公啊 很懒 非常懒的 刚刚好是个男的嘛 刚好是姨嘛 嗯 刚刚好是那个啊 他老公吧 啊 非常 非常懒 一回家就打游戏啊 就知道我啊 什么的啊 哎 那那这个时候我就 改思路了 你看上面临白虎 下面是京门 我就说这个 这个男的呀 懒呢 一个懒是吧 脾气巨 你看昆土 昆土就是贪婪嘛 是吧 贪婪的性质 然后呢 在一个白虎加京门 你可以怎么说呀 是吧 我就说他嘴死硬死硬的 是吧 这个人嘴硬 是吧 你看对不对 哎 他说这个很对很对 就是这样 是不是有些信息你得变通 一不对的话 你得会变通 刚才来说他口才很好 是吧 白虎白虎那个 这个什么的 嗯 他说不对 那人就不怎么说话 他回头一说嘴硬 那就对了 他还是有这个意思 是吧 那么最后呢 最后他就说了 他就问他啊 问他这个能不能要小孩 他最后最后他是想做试管婴儿 你看行不行 能不能做试管婴儿 大家看一下试管婴儿行不行 因为试管婴儿啊 他他也说了 他说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很高 就是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啊 看试管跟他们的关系 试管跟他们的关系 其实他老公呢 你看庚在这是吧 庚在这 他们他们这个 他主要是想想怎么着吧 看夫妻关系肯定是不好的 最后我跟他说了不好 他说那应该是吧 就说 具体可能就是那个女的 他不承认什么的 应该就是夫妻关系不好 他想要一个小孩 就稳定稳定这个夫妻关系 看能不能做到稳定夫妻关系 你看乙跟羹是吧 乙跟羹 乙跟羹呢 乙跟羹是相克的 怎么能改善乙羹的关系呢 土生了金 金生了水 才能改变他的关系 是不是 他就是子宫嘛 就怀孕嘛 是吧 只要把他的问题解决了 就能改变他的关系 然后你看女的生的 女的是想要小孩的 嗯 女的是想要小孩的 但男的 男的无所谓 来 这小孩也可男的 是吧 然后呢 你看这个他是病地 是不是 淋的藤蛇 淋的藤蛇 渡门 渡门也也也主他这个 树卵管是堵的嘛 是吧 他现在用人工受精的方法 人工受精的方法呢 那鬼在这16集型是空的 是吧 空的对面 顾虚地是休息了 时间长 六合宫哈 六合宫是小孩 六合宫是吧 六合宫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跟乙是对冲的 跟他们家的年命 火生土土生金 这种关系他还可以 他还可以呢 但是就说 后半年是吧 我说啊那个 你后半年行 后半年到这个位置 天时是吧 天时 关键这个跟他是 先后天关系 是吧 先后天关系 你可以对来看 鬼夜是小孩 啊 鬼夜是小孩 所以他通过人工受精 如果再经过处理一下 他是可以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哈 我说小孩是可以 但是呢 你注意 这有腾蛇有肚闷 将来保胎不太好保 还有六合临死门 这都是提示型符号 这个小孩就代表成型的小孩 是吧 将来他有成型的小孩 你看他 天文星带着他玄武啊 临着玄武 他就 肯定不太好保胎 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就就给他说了 做事吧 因为可以 但是呢最后你得注意保胎 是吧 实干他也是现在的状态 是吧 你看 你们在我们再从其他地方分析 死门又是坟地 是不是他们家祖坟也有问题啊 直接影响混音呢 然后那个谁啊 那个谁断的坟有小酸是吧 我们看看有没有小酸啊 男的是不是账户是吧 临丁是吧 丁是不是小酸啊 但是呢 丁在这有什么呀 丁家庚是不是被走隔了是吧 然后又临着死门 丁任何主多多种条件是吧 造成他这个小酸 他有这个想法 或者 没有 有这个贼心 或者没这个贼胆 你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 他有这个想法 他没有这个行动 是吧 他找这个找小酸的目的是丁任何吗 丁任何呢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解决性上的问题是吧 但是他们之间夫妻关系 肯定是没有夫妻生活的啊 但他并不承认你看 啊 这个回头那个 找那个谁他在反馈吧 就是腾 腾讯商城的 那个他那个朋友他那个客户的 我在讲讲你这个局呢 就说这个局上怎么体现他夫妻关系都是不好的 是吧 夫妻生活也是不也是 也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临着死门吧 而且他他关键你看这个阴宅阳宅吧 你再看阴宅阳宅的情况啊 生门在这儿 生门是个门破是吧 是吧 生门门破 门破就是有问题 是吧 死门呢直接影响婚姻啊 直接影响婚姻 然后呢 石干呢 石干是现在状态临着腾舌 临着腾舌啊 也都是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子宫吧 丙是这个天瑞星是子宫临着玄武 玄武指的是啥呀 玄武指的是一个你看开门可以当医院 上医院他查不出来他他上医院他检查他说他说子宫没有问题 那实际上他应该还有问题的还有一些问题 只是只是上医院查不出来的问题 是吧 那么他看子宫吗 子宫还是鬼鬼在这也是六亿畸形啊 除了书 除了书乱过来赌啊 他鬼还是六亿畸形的 也就是说有些问题可能是医院医院查不出来的问题 别的倒没有太大的事了 天中心在这是旺的是吧 啊 然后月份他也旺 落地也旺 这个天瑞星在这 虽然虽然这个状态上月令不太旺 但是落地很旺 所以说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说这个是注意宝胎 到时候你就有小孩时候注意宝胎 宝胎就是这个藤蛇啊 藤蛇 渡门你看 这个地方临着玄武 我就是开门这啊 开门这个就直接是公开的 行吧 这局也就也就讲这么多吧 这个今天这个上课时间太长了 有点晚 はい 谢谢了